歡迎收看 大揭秘 這一個品牌 大家也都知道什麼 涼涼的嘛 你可以點一下那個 痘痘 蚊蟲 太可愛了吧 姐妹星座排行榜 欣欣教授安格斯來告訴大家 本週的牆運星座是誰 還有烏雲星座的人 該注意些什麼呢 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歡迎今天 漂亮姐妹們 今天節目邀請到姐妹們 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他們家裡的神秘百寶箱 到底有哪些傳家寶 另外也邀請到保養達人山姆老師 來分享專家的百寶箱裡 究竟都裝些什麼私藏好物 還有婦產科名醫 沈醫前醫師 告訴大家百寶箱裡 千萬不能省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呢 老梁啊 每一個人家裡面 都有那個百寶箱 對不對 你們家應該也有 當然有啊 你知道你們家百寶箱裡面 有什麼東西 拜託我就是我們家的 對不對 百寶箱很多一定要的嘛 對不對 比如說 對 止痛藥 沒錯 潤滑油 等一下 潤滑油 哪種潤滑油 是給吃氣還是 小朋友有的時候會便秘 你知道嗎 你都幫他通一下 老婆便秘也給他通一下 樓下管理員便秘也來給他通一下 管理員你也可以去通你們 他每天一直坐在那裡 沒有運動 當然便秘 什麼關係啊 好朋友好朋友 這麼多年了 下次請他上節目來 我想了解一下 他不只了解 我們家整棟大樓的秘密 他都知道了 OK 那今天來的姐妹 我相信他們家 一定也都有百寶箱 他們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 分享一下吧 好 那不然我先來好了 因為我 我一定會有這個 那是 這什麼 是加油嗎 不是 我跟你說夏天到了 你知道因為沈醫師在 我講他就理解 夏天到我們女生很容易去找沈醫師 因為我們很容易這裡養 那裡又很濕 然後又過敏 因為我很容易 然後我覺得再加上生理期嘛 有時候褲子穿著緊很煩對不對 或是扭仔褲太悶 對 所以我一定要有這個 私密處的精油 精油 它是精油 私密處 我跟妳說大家可以這樣子 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真的不是 對 對 不講我們還沒想到 對 因為我不會把它放在我的私密處 我會把它點在 我會這樣子隔空的點在底庫上 是隔空 那又對很準 或者是隔空點在衛生棉上 我跟妳說 我這個人很貼心 我有帶這個給大家聞 比較可以 妳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味道有很多種 有玫瑰的 像我都是選木質調的 我都是選這種木質調的 它其實是這樣 妳可以給大家聞 是不是木質調的 除了木質調還有其他的味道 沒有 沒有 這個沒有 而且很清爽沒有不當 很療癒 很療癒 它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 妳聞真的沒有我的私密處 妳聞了 真的嗎 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晚上 三五好友會打個牌 妳這樣真的好嗎 妳這樣子是不是 妳不聞是不是 好像走進花店的那個味道 等一下 讓我問小梁哥 妳是不是也希望 妳太太身上有這種味道 對 妳就可以走進花蟲裡 走進花園的感覺 有沒有 沒有 我跟妳說 因為這個... 有的話不方便說 因為這個精柔的好處 感覺我就像一個彩花這樣 可以啦 可以啦 我不要再往下講 我跟妳說這個好處是 我自從用了它之後 首先第一個 不管妳有沒有生理期 都不會有味道 因為它其實會分解我們 有時候生理期的異味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有一些抗菌的成分 所以我就真的不會 比如說 比較不容易感染或濕疹 也給每位攝影大哥聞一下 蘇家吻私密處的味道 難啦 喜歡嗎 這個 這樣好嗎 要問一下醫師可以嗎 就其實我覺得 這是很好的觀念 因為其實女生在夏天的時候 的確尤其台灣是亞熱帶地區 悶熱 潮濕 這是必備的 所以其實真的很容易感染 但是這個我覺得 第一 它是天然的東西 我覺得是OK 但是前提是要 本身沒有感染的情況下 原本沒有感染的時候 因為很多女孩子會覺得 開始有點異味就開始點 那因為點的時候 其實因為它是精油 它應該是濃度非常的高 所以其實 直接接觸到皮膚的時候 其實如果正在發炎 或快要發炎 妳皮膚的屏障其實會受傷 這樣反而會讓感染加劇 所以我覺得以日常保養的話OK 但是其實我比較不建議 直接滴在底褲 可能會甚至抹一點點 在大腿的內側圓就好了 因為內褲是直接貼著妳的肌膚 就像我們這樣護墊的概念 或者是真的就是在衣服的外圍 我除了要解決 私密處磁場不好的問題 我還要處理 什麼樣位置 但是我家一定會必備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這個叫什麼 愛草 這泡茶的嗎 佳雯家裡應該都很香 也有一點 妳應該叫他先講再聞 不然這又跟私密處 沒有 就我們整個都聞 他不是私密處 他跟私密處沒關係 他都全身有聞 也是包含 包含 講好嗎 它是...它這個東西叫做 淑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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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微草其實是西方 用來淑化磁場的一種東西 所以像我有時候回家 然後如果覺得 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 我自己就可能比較敏感 我就會點 因為他其實是用這個點火 有火... 這樣子點 還好他手上也有那個... 很快就有了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這裡有業障很多 業障很多 這裡有益生菌 益生菌 抱歉 還有玫瑰花香 好棒 味道真的有點像艾草的那種 對... 它其實是... 它是草 那所以 你就可以在身上繞一繞 有時候我們去外地工作 對 你如果覺得不舒服 感覺都被淨化了 房間繞一圈 對 還有... 我看房子我也會帶著 其實你有時候進去啊 你在某一個地方 你發現它的菸特別 多的時候 對 就是... 剛剛在小梁哥那邊 就說我給他親一下業障 這是我個人運勢嗎 不是... 對...也有可能 也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家 會必備的東西 是... 對 講到妳剛剛說磁場嗎 當有這個人在的時候呢 不管怎樣 我都覺得我家磁場很不對 什麼啊 生了一個大魔王 對 他的白寶箱好可愛喔 對 白寶箱裡面 妳知道小朋友嗎 吃奶嘴 那媽媽到了一段時間 就會面臨借奶嘴這件事情 那妳可能會用很多方法 例如奶嘴呢 可能還把它撿一個洞 讓它吸不到風 或是吃辣椒 對 或者是奶嘴給它塗辣椒 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但是如果 妳家小孩不吃奶嘴 他從小就吃手熟 對啊 這個更困擾 對 妳要怎麼撿一個洞 我曾經有用過手熟塗辣椒 妳知道嗎 其實新生我完全沒有用 他說 對 他完全沒有用 他就上網吃 然後他說這味道不錯喔 我喜歡 蠻辣的食物 直接還是西越西越大力 或是檸檬 也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繼續吃 出口味 結果妳知道嗎 我就上網查 他們就說 其實小朋友呢 最開始對味覺 是沒有辦法辨別的 所以其實酸和辣椒 不見得會有效 但是我卻在日本買到了 這麼一個 好像牙膏 為什麼 擦了這個就會不吃手了嗎 我告訴妳 可以吃嗎 吃了這個之後 吃了 他就爆哭 小洋哥 妳一定要試 妳就知道為什麼 所以小洋哥是 這個小孩吃了爆哭 妳現在拿來給我吃 我要是你們知道 他是老人 你們知道是什麼味道 妳大拇指的指甲 可是他首先是 他真的是可以吃的嗎 妳先吃一口 妳吃 妳就知道為什麼小孩會傻眼 會哭到一個爆炸 妳試試看 妳試試看 好吃嗎 我好想吃 妳試試看 妳會傻眼 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吃進去的 可以... 苦嗎 有沒有 很鹹 我想試試 妳來給我一點點 但是它真的是可以吃的嗎 沒有 前面吃 感覺好像吃到乳液 然後後面慢慢化開了以後 變成有一個中藥苦苦苦 苦茶的那種味道 而且它是好苦喔 好苦 好苦 對 老師反應會太慢了 好苦喔 我覺得那個綜藝節目 不用買苦茶 他買這個就可以了 他這個不吃苦還臭 而且這個大家還沒有顧費耶 但他一口下去超苦耶 超級苦的 可是他吃不快甜兩下 對 結果原來呢 小寶寶他們其實對酸對辣 第一時間 最好苦 他們不認識這兩個味覺 對 他們認識的就是苦味 所以他們會有很強烈的那個 反規就是撒眼 所以以後他不乖 就拿這個招就戒掉了 沒有 我跟妳講 一次見笑 他就戒掉了 但是會不會是買一條 而且這個 用一次就留到手袋 你吃下去 你一輩子都會戒掉 對 而且它恐怖的是 它會停在你的舌頭上面 對 對 好討厭 我現在怎麼好討厭 而且它會舌根 就是最靠近喉嚨那一塊 因為苦的味覺是在那個位置 對 等一下還給攝影大公司 你會覺得... 那以後攝影師覺得我 到底做錯了什麼 你當小朋友出去嘛 還有一個狀況 會讓整個磁場的感覺呢 變壞 就是他被蚊子咬的時候 對 他也會開始罵...好 那你知道被蚊子咬呢 你知道那個咬是 你沒有辦法控制他的 他會一直抓一抓 到最後呢 如果流血更難解決 所以呢 你要在它碰起來的時候 立刻急救 你看多可愛 麵包超人的 是不是癢的 它呢 就是立刻急救 立刻消腫 比如說有一包 你整個腫起來之後 被咬腫起來之後呢 你就直接蓋住 你那個腫起來那裡 它就這樣貼上去 然後重點是它貼住了 它其實也很難去抓 對 然後慢慢慢慢 這個貼片呢 就會有那個它的效果 然後它慢慢慢慢呢 舒緩它那個被咬的 被咬癢的地方 對 就不會 慢慢就不會癢了 現在呢 被我找到一個最新款 你看這多可愛 有一個可愛的蚊子在飛 對 剛才這個麵包超人是日本的 這個是德國的 我打開給大家看 它就呈現一個頸子狀 對 這樣子的網狀 它應該是有一點點藥效 對 它是有藥效 就可以讓它鎮定 然後你看 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女生用其實也很漂亮 對 然後跟妳的膚色融為一體 對 而且不仔細看 看不太出來 對 它也是會有鎮靜 然後質養 然後立刻消腫的效果 對 所以推薦給你們 是 很酷喔 很棒啦 但是印象最深刻還是借手肘那一款 對 那個好 有聲難忘 好苦 太痛苦了 他們剛剛那個 芳妮講的都是貼片 我覺得媽媽的白寶箱 真的什麼都有 你看這個萬用膏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看過 可是我買的是限量版 你們看 好可愛喔 還有那種120週年 就是130週年 你們看 你們看 好可愛喔 沒有 我們對面有收集單 為什麼用 不要拿出來給聖老師下 小的 大的我都買 我是真的有在用 然後 這個是今年推出的那個花花版本 這個是滿可愛的 然後你知道有收集屁的人 就那個鐵盒頭 有一點點 要小心... 而且還要用 不能快到 不能快到 不能凹到 我真的有在用 然後 最重要 我會為了 為了他 就是全世界去收集 因為 身為媽媽用到小朋友 大概兩歲前 是不能用任何有薄荷 跟薄荷醇的東西 因為小朋友常常會容易脹氣 就不舒服 所以這個是我那時候 朋友去香港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香港有出這個品牌 叫做櫻桃萬用 傷風糕 什麼意思 它是一樣的東西 它的那個基底是一樣的 也是那個牌子的 對 也是同一個牌子的 你們可以看它是同一個牌子的 可是它是櫻桃口味的 然後 不要 直接拿來 大家可以擦擦 它直接拿來 就是跟一般的萬用膏 拿來擦 小朋友可能就是他流鼻水 還是鼻三 你可以擦在就是人中的地方 然後喉嚨癢 可以擦在喉嚨 然後胸口這樣 這樣可以擦胸 它長得很特別 最重要它沒有薄荷 所以連那種 通通都可以拿來 比較輕輕 對啊 它聞起來就是那個品牌 這家櫻桃味 對 小朋友你們都會戴掉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真的我女兒的從校 大概她Baby的時候 就用到現在的萬用膏 那我要跟 雖然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品牌 可是它已經停產了 它甚至它好用到就是 它各式各樣的小朋友的擦傷 蚊蟲藥 然後或者是 像我女兒有異膚體質 然後或者是濕疹 還是像我自己手上層刮傷 傷口都拿來擦 我本來也覺得 應該也沒有那麼神奇吧 大家可以聞聞看 它是那種草藥的味道 味道好到 連心的傷都能療癒 真的 這麼誇張 你會一直想要聞 那個Baby的肌膚 非常的好聞 而且它很神奇是 它其實有顆粒 有一點像抹紗膏的感覺 可是它擦上去是馬上化開 那個顆粒就不見了 味道真的很妙 對 因為我覺得 買不到了 買不大家覺得 它去年你知道這家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好用的東西 廠商要停產 媽媽都很需要 前面聽了那麼多邪魔歪道 不 這是個人家裡面 常備的白寶箱之外 我們醫師也會有一些 白寶箱萬用膏 沈醫師他家有倉庫 然後我們打開 不好意思 裡面琳瑯滿目 但是我們今天想要特別講 應該是我們這個 其實這個是大家在藥局 其實輕鬆都可以買到這個 四環眉素的藥膏 其實這個其實它是很溫和 它是可以眼瞼翻開 直接抹在眼瞼裡面的 然後對眼睛也不刺 也不會刺 對... 所以甚至有些像我的病患 他們可能來 不管是封唇 或者是來做嘴巴的手術 其實這個都可以 直接敷在嘴巴上 因為這個就是很溫和 你抹在任何的傷口上 但前提是 我們要做一個就是很重要 就是清潔要做得非常重要 然後藥膏上去 當然還是建議口內膏 但如果真的嘴巴有破 其實這個也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沒有什麼味道 小朋友 我有試過我兒子那時候 它跌到 然後牙齒在那邊啃到一塊 整個嘴巴在那邊就開一個洞 抹在嘴巴裡面 其實因為口內膏 它其實成分是讓黏膜愈合 但因為它有一些抗生素的效果 所以其實是非常相對方便 這個其實 很多品牌它就很多種類 但是我覺得它最主要是裡面 有最粗淺的一個抗生素 所以出門像剛剛講的 抓癢抓到破皮 超好用 其實它也是可以擦一下對不對 對 那因為小朋友會抓 你就告訴他說不要用指甲 用指部 肉肉的地方這樣子戳 稍微還是會比較緩解一點點 對 比起小朋友真的抓破皮 所以口語話叫做鹽藥膏 但它其實就是抗生素的藥膏 但非常的溫和 非常推薦給大家 對不對 好喔 聽說小比也有 他的白寶箱也帶來了 對 有沒有看我白寶箱也滿大一箱的 好可愛喔 感覺比真犯 我們這個白寶箱裡面就是 我跟你們說 這個一定是有小朋友的人必備的 就是 下槍是什麼 萬藥不能太隨便 醫生教你小技巧 它是有滅菌的 它是消毒過的 對 所以它是密封的 背包絲了你沒有用完 原則上它就是染污了 那還有就是假使說 剛好這邊有個傷口 抹藥膏的技巧就是 像我們剛剛眼藥膏擠一點點 像我這傷口 原則上你就是貼著滾過去 一次 就好了 算一個方向過去 不必來回 這個一定是有小朋友的人必備的 就是 這個 很可愛對不對 其實它是拿來放OK泵的 超級可愛 它是哪裡買 它這個是 也是你買 它這個就是很可愛 它就是後面就可以放OK泵 然後我就會放 各式各樣的OK泵 把它放在裡面 像小朋友跌倒了之後 他是不是就會 很痛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講說 趕快你想要貼哪一個OK泵 我們貼那個最可愛的 你最喜歡那個 等一下就不痛囉 好厲害 對 我每次都跟他講講說 來 妳看一下 妳想要誰跟你作伴 然後他就會在那邊挑說 我想要哪一個 所以我這一袋裡面呢 我就會放各式各樣 就是不一樣 好可愛喔 然後像這個 這個的話就是麵包超人 然後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很可愛的 媽媽到底有多希望 我們受傷嗎 媽媽 其實是媽媽的事 所以小朋友現在就是 只要一碰到 或是蚊子咬 也要插 也要貼OK 我要貼我這裡怎麼了 我怎麼了 太多了吧 他媽理在我不受傷都不行了 對 就是我怎麼了 媽咪我要貼 還要貼公主 還要貼公主 不是 那個就是媽媽自己想要的 那不是小孩不可以用 因為就是小朋友 就想要這種什麼昆蟲 真的 然後媽媽自己就想要少女星的 Kitty 粉色系的媽媽也要跟小孩一起貼 我還記得我有一次撞到 好像是這邊 就是輕輕的 根本沒有紅 然後我兒子就說 媽咪你受傷了 他就趕快衝衝衝 就這樣OK蹦 要幫我的天 好可愛 這是可愛的OK蹦 那Sam老師 我跟你講Sam老師 他很厲害 其實TC小五 他家裡很多 不過我現在是沈浸在苦的味道 他真的很吃久 很怪小朋友會大哭 他很吃久 然後因為我個人的白寶箱 這裡面是裝著就是 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 其實它是一個醫藥箱 對 那只要做得像一台車子一樣 這個是一個品牌送的 我覺得還滿可愛的 就把它留下來 對 然後它裡面其實 我今天帶來的都是 眼藥水 可以爆出來耶 這麼多 全部都是眼藥水 然後我這邊先給大家 稍微一個一個看 這一個動漫大家知道嗎 知道 對 它有出眼藥水 那這是二類眼藥 就是醫生知道 就是針對眼睛比較有問題的 不是只有單純保養或舒緩而已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的眼藥水 也是這樣子 好可愛 太可愛了吧 然後它是這樣子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它就是打開它的頭 然後就可以點了 然後呢 這一個呢 也是之前日本出的 然後這個是一出來就被掃光 我把包裝帶好 是這樣子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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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貼心的是 它這個限量的盒子啊 你打開之後 可以裝它所有品牌的眼藥水 不管是 不管是方形 圓形 然後包括它這個限量版的長形 都可以直接裝進去 所以 他們就很喜歡做這些周邊的東西 好好看喔 你看這一個對不對 對 它就是 它是可以裝著進去的 太棒了吧 所以就是你出門的時候 化妝包盒 對 你就是放在 你的化妝包裡面 就不會一個眼藥水就找不到 這樣子 然後它當然也有出一堆版本 像不同的美少女 好可愛喔 那不同顏色也不同功能 不同 對 然後香味也不同 三類的話 就是針對平常保養的 然後它這個也有出到二類 二類的話就是這一種 好可愛喔 然後呢 它這邊就有寫得很清楚 另外看到這邊就是有 隱形眼鏡可以用的 這邊有一個圖案 然後這個就是 它這邊有寫 它是眼睛已經沖血了 就是你可能 眼壓過高 用眼過度的那一種 不過我都沒有 打開給你們看 因為這個都是要留著 它的收紮 收紮... 這樣看裡面長什麼樣子喔 有啦 盒子上面就有了啦 寶貝它 真的不打開 拆開會掉架喔 接著 這個品牌 大家也都知道什麼 涼涼的嘛 什麼金的有沒有 對... 出了這個大家很同的這個動作 我可以開一個啦 它就出鬼滅喔 可以開一個 開一個 它就是長這樣子 老師終於被我們逼到 願意打一個 對... 因為這個就是... 你看喔 鬼滅系列喔 對它...你看它... 它上面就是... 太可愛了吧 天啊 好厲害喔 怎麼會這麼可愛喔 對... 然後這是它的滾珠品 對...很棒喔 這個是天竹葵 它有分不同的植萃的成分 然後這個就是 你可以點下那個 痘痘啊 蚊蟲啊 天竹葵也可以用 它主要針對蚊蟲 或是你要紓壓也都可以 那沈醫師的咧 怎麼辦 我接在Sam老師後面 我的沒有那麼挖喔 我怎麼... 超實用的 沒關係 我們也可以給妳挖喔 好 那謝謝喔 來 我們介紹幾個 因為我覺得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還有在上我覺得 傷口照護上 其實年花棒是我覺得缺衣不可 對 不是 而且... 而且感覺它的棉花棒好像很厲害 這個...這個我覺得 很像應該我媽媽們都有看過 這個其實媽媽社團非常... 非常的夯 它其實是... 這是棉花棒 對 它是棉花棒 跟它是掏耳垢 然後跟鼻子 它是矽膠的 所以因為寶寶其實 即便它現在可能一歲多 它還是會跟你反抗 所以你一般棉花棒 你怕你擦太深嘛 但因為它後面的頭巾 故意做一個圓圓的 所以即便你滑了 它頂多就是進去這麼多 那它的... 它整個是QQ軟軟的 所以其實它即便挖 如果媽媽到 它皮質就不會受傷 然後還有就是寶寶會拿起來咬 所以其實這個其實很滿方便 可以反覆使用又環保 所以這個其實媽媽社團 非常的夯... 然後跟這個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其實我跟你說 後來我老公也幾度愛用 它這個就是雙頭的 可是它比較大 它就是兩邊 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媽媽有時候 她一直喜歡這樣 擠 你知道 它在動 你就一直搓 那怕搓太深 可是它的尖端 它就只會進去這麼多 就是這樣 所以寶寶你很快速弄 即便不管是弄鼻子 弄耳朵其實安全性也非常的高 對 像這個 不過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這支我很喜歡用是 我很建議大家買這一支 拿來卸睫毛 真的喔 因為它前面比較細是不是 因為你把它沾眼唇卸妝衣之後 它細的這一端 可以卸到你的內眼線 胖胖的地方 可以卸到下睫毛的地方 就不會嘟到你眼睛裡面 所以這支很多 我都有在化妝的 很喜歡用這一支 真的喔 但我覺得真的 棉花棒真的很方便 不管是大人小孩 真的超好用的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媽媽必備的法寶 它是黏黏的 所以寶寶有時候睡一覺起來 它鼻子或耳朵會有一點點 鼻屎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你可以輕輕的 它是軟軟的 它就黏出來 對... 另外一邊是乾的 所以可以清一些簡單的鼻涕 所以這個其實也超好用的 因為它其實輕輕的黏的時候 比較不會痛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法寶 我覺得更厲害的這個 這個很厲害 這個掏耳朵超方便 我跟妳說 它看起來是不是很不起眼 我跟妳講妳看... 它一邊是有勺子的 有勺子的 這是我們用鐵的 它可以放一下 一邊是圓頭 對 它可以挖耳朵 即便是大人或者小孩 有時候我們掏個耳朵 掏得太開心會太深 所以它可以靠著邊邊 抹一點點像嬰兒油 對 油油的貼著 其實輕輕的刮 比較不會受傷 而且它這一面好像也是一種 紙的成分對不對 不是那種塑膠那種硬的 所以這幾個我覺得是 挖起來很舒服 一般人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的東西 都做得非常的興趣 這個很舒服 它單價比較高 但我覺得它使用性超高 像那個黏的 跟挖耳朵的 跟它是必備的東西 太棒了嘛 當時是因為買給孩子 意外發現它超好用的 這個呢 當然我們剛剛講的 都是棉花棒類對不對 其實有個最簡單 大家比較常會誤會 像我們剛剛這個講說 常常病患我們的換藥包 就會簡單這個 然後再搭配一般藥 病患通常拿出來就跟妳說 醫生我用棉花棒可不可以 不行不行 這個跟病患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後面 它是有滅菌的 它是消毒過的 對 所以它是密封的 比起像我們這個 這個其實也算 但是這個通常 就是要看盒裝上面 有沒有寫 醫藥級的 因為有些是 有些不是 對 像剛剛我們發那一桶 那個就不是 所以很多病患跟妳說 醫生我家有棉花棒 我不用去買 我們就說不行不行 許妳去藥局 或者是可能買多一點 如果妳換藥頻率高 你看它是已經封起來 它一次就是撕開 這包撕了 你沒有用完 原則上它就是染污了 它就是 藥局 一次要用完 就把它當成一般用了 對 打開之後就是一般的 但是切記 當它拿起來之後 很大會有習慣 可能東西就往身上抹 你一旦碰到肌膚 這個就是染污的 就不行 那還有就是 我甲齒說好 我剛好這邊有個傷口 抹藥膏的技巧就是 像我們剛剛染藥膏 擠一點點 甲齒說它沒有碰到 我們就是擠 好了 上面有一點藥膏 像我這傷口 原則上你就是貼著 滾過去 一次 就好了 不可以來回 不可以來回 大家會有這樣 這樣的動作 這樣等於是你把它 擦過去又擦回來 那甲齒我的傷口比較大 通常我們換藥方式就是 上去一圈 你以一個四方形的角度 你會這樣去擦 一直往外圍擦 你擦到外面 就不可以再擦進來 所以大家會想說 綿化不看起來乾淨的 就在那種 反正走過的地方 不要再走回去就這樣 然後還有就是 紗布也是很重要 大家講過 紗布看起來就是紗布 這個也是跟我們一般的 很多也是 那個藥妝店的化妝棉 可不可以 不行 這個也都是滅菌過的 所以它其實有分 非常多的尺寸 像這個是三層三的 還有小朋友常常有 小小的 對 很方便 但是它的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今天拆封之後 是不是拆了也是有汙染對不對 所以很多會想說 我有一個在家裡面放 大概兩個禮拜的可不可以用 不行 它就是一般你可以拿來擦拭 可能一般的東西 但是今天你如果是有傷口 就不行 拆了就拿來當洗臉精 對 洗臉精 其實紗布還滿好用 像寶寶用都是那種六層 所以其實都可以來洗臉 所以撕也是撕開 大家想說手就直接這樣抓 其實這一包就報銷了 真正的換藥 就是會雕一個角落 抓它的一塊 我根本沒有指甲 這樣子一塊 我的傷口在這邊 我就是直接蓋上去 就直接壓 但是很多人會想說 它看起來不漂亮 我們把它打開 再弄一個 然後再...這樣子 然後再換個方向 我跟你講這一塊就已經 就毀了 如果你真的是可能免疫力 比較低下 或是真的比較嚴重的傷口 其實這樣會造成可能 二次的感染的影響 所以其實換藥 看似很簡單 但是其實很多女孩子 或是媽媽們 我們都很擔心 留下疤痕 傷口照顧得好 其實未來的疤痕 產生的機率就會很低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很喜歡 用這個東東 優點 對啊 這個切記 基本上所有的外用箱 裡面都會有 可是你會發現這幾年 其實比例會有 但是不會 都是可能是一塊一塊 為什麼 因為它很容易卡色素 對... 有些疤痕混在臉上 你跟妳講 疤痕好的這邊就黑一塊 就會黑一塊 所以這個是用來 但是一層完之後 像我們剛剛的棉花棒 過去一層之後 下一個就是拿生理時間水 要擦拭過一次 但是關鍵 它一定要停留 30秒以上 你如果有些人抹 然後馬上2秒又擦 白擦啦 白擦了 就是白擦 其實你要等它乾一點點的時候 再抹掉它就有保護的效果 那錢不要把它當作就是 什麼藥鉤都用 因為早期大家會覺得抹上去 它會亮亮緊緊的感覺 會覺得還不錯 但是其實它就是最容易會 因為之後你的疤痕就會黃黃的 很容易就會黃 因為它很容易咬剩 會痛爽痛爽 對 那些小時候我們有什麼紫藥水 就好像才有效 對... 以前就會在身上塗化 現在幾乎都買不到了 因為那個就是多都是染料 只有在開刀房 我們在做記號 因為我們就是希望它不要掉 但是一般房間 就像黃藥水這類也 紅藥水 紫藥水 就相對越來越少 因為它的實用性就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的高了 那像我的話呢 我就會比較重視牙齒的保健 大家好 我是星星教授安格斯 這時期水目六分 記得抓住職場中 與你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為觀眾朋友分享 五月二十三到二十九 運勢最好的星座 第三名是牡羊座 下決定後就不改變做法 堅持原則就必能見到 勢如破竹的順遂 第二名是射手座 萬眾矩目 人見人愛 要善用這份貴人之際 從旁去輔助 推進自己想做的事 第一名 恭喜四十座 有錢的影傳 就怕你不敢出手 實際很重要 只要感覺一對 一定要大膽 超好用神奇小物 一秒上手更健康 夏天到了 抹腳皮的 我覺得我感覺一點 不錯 感覺好像有用 這一台呢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就快速生成按摩 整個用完之後 大概就是衝你整個牙齒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 我就會比較重視牙齒的保健 所以我的百寶箱裡面呢 有非常多各式各樣的這個 牙尖刷或牙線棒 那個牙線棒好用 家裡應該都有對不對 但是呢 我是要拿出這個東西 你們絕對沒有 還有更厲害的 我跟你講 妳越這樣講 觀眾就越想看 沒錯 什麼 是什麼 它叫做 超級牙線 看不出來 人是牙線 長得很不起眼對不對 就是呢 你超級牙線呢 你拿出來之後 它每一條線 是呈現這樣的狀況 它其實第一段 它是硬的 因為我們的線 是會垂下來的有沒有 可是你看 它是呈現很硬的狀態 中間這段是粗的 尾端呢 就是跟我們一般的牙線一樣 就是細的 它可以怎麼用呢 一般的牙線 你要從上往下放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我們戴牙套的人 這個沒有辦法下去 沒有辦法過那個縫對不對 因為那個牙套 有一個鋼絲在那邊 或者是你們有假牙的 你知道假牙有的是那種 三組一套 中間的縫去不了 對 你去不了 但是你知道 你如果戴假牙三組一套的 你頂端其實是要輕的 進不去 那它硬的就很棒 你看喔 好像穿線的概念一樣 穿過去 它就可以穿了過去之後 它就會進到粗的這一段 它要幹嘛 粗的這一段呢 它可以刷你的牙菌斑 好厲害喔 對 你就可以用這個粗的 開始按摩你的牙齦 然後清理你的牙菌斑 因為你知道牙菌斑 就是牙周病準備開始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粗的這段 開始清你的牙菌斑 然後最後呢 比如說像我們就很容易 卡肉啊 卡一些菜痂 你再把它往後拉 拉到最細就是正常這一段 然後才開始清 開始清... 所以我跟你們說真的很棒 每個人都可以用 很好...這個很棒 你知道現在換我要來講 是我覺得現在大家介紹 都是生活小物 然後我這個是一定就是 會在我的那個醫藥包 或是我自己隨身的小包包 還是化妝包的那個益生菌 我今天會推薦這個原因是因為 它其實是像西方人有 適合西方人的體質 那東方人有東方人體質 那這一個益生菌 它自己本身是針對台灣人的體質 去研發的益生菌 然後是除了我自己在吃 我先生在吃 我會給我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我們家的小朋友 他其實是 六個月以上的嬰兒就可以吃 對 那因為畢竟現在打環境的關係 會希望自己有好的保護力 然後也希望讓小朋友 有好的保護力這樣傳承下去 對 然後我覺得 我自己會很喜歡它的原因 是因為你們可以看 它這盒子上面有一個那個 NTU101 其實你們不要以為這個是那個 搶箱亂寫的一個數字 或者是一個它的名字的代碼 它是那個益生菌的那個身分證 你們上網去查這個NTU101 其實可以查到這個益生菌的這個菌 那它很特別 它是一個台大的一個團隊 然後是從台灣的那個健康寶寶 它的那個消化道 裡面去存化出來的一個就是菌 對 所以它會讓我們這樣吃下去 所以讓你的那個消化道 對 會很舒服 然後我自己會隨身攜帶 或者是放在那個隨身的醫藥上 原因是因為像我自己常出差 然後很容易吃外食 外食就很容易吃 對 脹氣 大概就吃很油膩 或是我很喜歡喝那個珍珠奶茶 對 然後就是超容易脹氣 所以我自己就是 對 因為益生菌其實真的很多種 可是現在都很注重 吃到好的益生菌 可是很多人都會 像我覺得現在市面上 真的太多太多 我都會強調說 你要吃到幾百億 或是要吃到什麼菌 那我剛剛其實講過的就是 它自己除了它本身有身分證之外 然後你去查這個NTU101 它是你在國外的一些期刊上面 他們都有推薦這一個益生菌 然後再來它都是一些科學實證 那這些除此之外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吃益生菌 你知道我給我先生吃益生菌 他第一句話問我說 你吃這益生菌有什麼用 一吃下去胃酸就把它 就全部消化掉了 我也會有這個 就不會到我的消化道 對 可是這一個剛剛我有說 它是經過科學實證 你吃下去它其實 抗胃酸 然後抗膽鹽 所以你們現在吃下去 它大概已經有95% 會到你的消化道 然後已經在你的消化道裡面 慢慢的開始清掃 作用 開始在保護你的消化道 提升自己本身跟家人的保護力 然後把這一個好的保護力 就是傳承下去 我覺得是真的很重要 對 重點它好吃 剛剛嘴巴的苦味 而且還真的 還想多吃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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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在吃 剛剛應該早點拿出來 而且我女兒很喜歡 因為很多益生菌都會強調說 我可能要配水 因為吃起來會黏黏 我女兒把它當糖果再吃 對 就是吃起來很清爽 嘴巴旁邊都會想要 對 都會想要一隻甜 一隻甜 很好吃 所以它是那個 就是我們家全家大小 其實都非常喜歡的一個口味 對 所以真的很好吸收 而且都不會有顆粒感對不對 對 而且它是針對台灣人的體質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大家有嘗嘗看嗎 有 真的 早就吃了出你的骨了 有沒有覺得出一骨 養肋都會出一骨 真的 大人小孩應該都很難 而且碰到口水它就化開了 不用額外加水 所以就直接放在那個 你們家的那個醫藥櫃或醫藥箱 隨身攜帶好方便 每天出門就帶個幾包放著 直接就塞在小包包裡就好嗎 因為有的時候早上的時候 其實真的會忘記吃 然後就是可以隨身攜帶 包包隨便就直接 就像我這樣放在裡面 直接拿一包出來吃就可以了 不錯 而且選對東西 跟選對適合你的東西很重要 對 那小比咧 小比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生活小物的話呢 你知道我們夏天到了 那我們的女生是不是都會穿 就是涼鞋 或脫鞋 那這個的話就是 我覺得它做得很漂亮 就是你放在廁所 一點都不尷尬 因為以前的那種磨腳皮 就是一大隻的 對 一大隻的就是 人家去你的廁所的話 就是一看到那個一大隻 就會知道說 腳皮很厚 腳皮很多 腳皮很厚 腳皮很厚 所以你看像它這個就很漂亮 然後外面有一層矽膠就是也不太 擔心它會破 因為它是 玻璃的 玻璃的可以去腳皮 對 它是玻璃的可以去腳皮 然後它就是一個是細的 然後一個是粗的 我現在就來 去腳皮給大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的意思 這是好可憐 為了節目你知道嗎 我還特別就是養一下腳皮 然後可以穿拖鞋 在家裡奔跑 對 所以腳皮 有 有 所以養很久耶 很厚的腳皮 而且還特地 還錄影那麼近 還特地不擦乳液 感覺有點動不動 感覺好像有用耶 有沒有 腳皮就全部都下來了 而且現在 卸妝妳看過 除腳皮妳沒看過 她的腳跟變白了 不是 好厲害喔 天啊 有沒有 上面就是這些有沒有 老肺的腳皮 好厲害 都不用加水喔 然後上面它這邊就是你看 好多喔 滿滿的腳皮就在這上面 不用加水 好厲害喔 清水直接把它沖洗掉就好 像我會建議就是 粗的先去完之後 再用細的 然後再去把那個 這個再拋光就對了 對 再拋光 對... 對 要不要打蠟 要喔 擦乳液就是打蠟 就是在那擦乳液 對 我要看妳兩腳的差別 這邊是已經去了嘛 等一下喔 先把它那個粉把它擦掉 有沒有 好白嫩 去完之後 整理一下也好啦 不然等一下打掃阿姨來 會生氣 兩隻腳也擦完 對 還沒有去的腳皮 對 還這麼多 還這麼多 好好的 而且攜帶又方便 好棒 好棒 也希望觀眾朋友們 在觀看的時候 已經吃完宵夜了 謝謝... 對 大家百寶箱裡面 真的有一些耳裡 你哭哭的看 但是我跟你講 王牌中的王牌 還沒有電出來 沒錯 到底真正需要的 因為其實家裡的百寶箱 其實大家都會放 自己最需要用的東西 它包括 因為像我個人 百寶箱裡面呢 我也會放我出國會用的 因為你才不會忘記嘛 其實你出國的時候 飯店的牙刷真的很不好刷 對 所以呢我會把這兩台呢 還放在我的箱子裡面 洗禮箱裡 是嗎 對 出國專門用的 最主要它很輕 然後這一支電動牙刷 它有五段變數 有五段喔 它有拋光啊 融嫩什麼什麼都有 最主要它有防水很輕 所以我就覺得它非常之好用 這一台呢 我個人也非常喜歡 因為最主要這個沖搖機呢 它只要沖好電 它這一個空間 全部都是裝好水 它有三段的變數 第一個 你看喔 很強耶 好強力喔 它在按摩 你看我這邊的水 是不是慢慢就沒有了 對 然後我在第二段 就快速生成按摩 然後接下來第三段 就比較弱一點點了 可能牙齒比較敏感的地方 就可以用弱的 你有沒有發現它這邊水 就慢慢沒有了 有耶 當你水整個用完之後 大概就是沖你整個牙齒了 就結束了 這個很好耶 也是一個衛生 衛生的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沈醫師有沒有什麼 白寶箱的一些小物 這邊我們今天講 尤其是有小孩 怎麼樣去到哪兒 都有辦法給你受傷 那因為出門災 所以我覺得需要 剛剛我們講的幾樣東西 像我們剛剛生理時間水 但是這個 這個就是蒸餾水 這是不一樣的 但是大家有時候會覺得 那這個跟平常的隱形眼睛藥水 有什麼不一樣 是一樣的 但是它可以來點眼睛 但是拿眼睛的 不見得可以拿來做注射 的前提是它一定要是 所以很多時候病患 就是像剛剛我們提到 那些棉汁那些 其實關鍵在 它是要有滅菌過 然後有醫藥的一個症兆 所以它是無菌的 那這個一樣 單包 其實我覺得非常推薦 大家帶在包包裡 一個是眼睛乾 如果真的我們沒有 像三毛絲這樣子 有一個酷的眼藥 酷眼睛弄到都可以隨時用 隨時可以沖 那酒精 我覺得大家都一定 現在隨身都會攜帶 外用藥膏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這個眼藥膏真的是非常的萬用 任何的外傷 其實初步的清創完 剛剛我們講的 記得棉花棒中間清完之後 乾淨了之後 薄薄的上藥膏 再去像我們剛剛小筆 那一整陀螺庫就OK 那個真的是極品級的 那還有一些透氣膠布 這邊也可以簡單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大家可能不陌生 這就是人工品 但是很多時候 用的時間其實很重要 不是所有的傷口都能用 大家好 我是心音教授安格斯 水逆時期防人之心不可無 對抗意識一定要存在 為觀眾朋友分享 5月23到29 該注意的新作 首先是巨蟹座 感性小一點 理性多一點 不該被路上的小石頭所激怒 別讓情緒阻擋你做事 再來是金牛座 公司一定要能分得開 才能降低生活的壓力 多接閱讀與學習 去排掉負能量 你需要很多心靈忌湯 最後是處女座 生活瑣事一定要排好順序 一樣一樣去解決掉 先整理好邏輯 你一定計劃 才能見到順風順水的一周 用的時間其實很重要 不是所有的傷口都能用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朋友分享 他燙傷的病患呢 他女兒他直接給它敷上去 不行 不能一直貼 因為傷口的關鍵是它需要收乾 那因為它是仿人的皮膚 所以它會有一個屏障 所以你會發現 傷口一直都會濕濕潤潤的 所以其實傷口只要乾淨的收了 這個就不要再貼了 可是這個在外傷的時候初步 清乾淨的時候其實非常好用 那還有一個大家其實我覺得 也可以用這個很好用 中間這塊肤療 對 它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它其實就是像OK棒 裡面的內裡一樣 你可以在真的可能跌倒之後 有腎主肌腎血 你直接靠上去 對 它會吸 那吸完大家下一個動作 就會發現 有個很慘的觀念就是 完了 它黏住了 怎麼辦 對 怎麼辦 那個要拔下來 真的嗎 那女兒就要跟我拚命了 這個時候其實就加大一個小撇步 就是這個時候 紗布就很好用 家裡如果紗布 或者真的很應急沒有辦法 包包有這個的時候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把它 稍微拆開一下下 當然如果說有更正規我們的手套 但通常媽媽一級 根本就沒有那個觀念 對 沒有辦法先弄 弄濕大概不用會滴水 然後你就是敷在上面 蓋完之後 不要直接撕喔 還是會起來 再敷個大概15到20分鐘 邊撕 手慢慢去把它推開 推 推 慢慢推 然後手再邊淋 一直淋到它不服貼了 千萬不要想說你直接撕 對 因為這樣二次傷害 或者是剛剛我們講的 萬用的鹽壓膏也非常的好 因為它是油油的 所以你在慢慢這樣 推 推 推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會把上面的夾 這個也是大家要注意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 燙傷不要把夾弄掉 的確它還沒收乾以前 但它收乾其實那些夾 是適度的要把它抹掉的 那這個為什麼好用 其實它撕開是這樣透明 這是手術用的 它貼上去之後 這個是我們有時候手術後 或者是真的在家裡你有傷口 我們都會跟冰箱說 冰箱就會滿臉說 怎麼保持乾燥 你告訴我 對 像這撕起來之後 它其實就是完全 這是防水的 是不是防水啊 對 完全防水 大家切記喔 白色這個地方 像小朋友拿起來 第一時間手就會去摸 不要碰它 你就是中間這一塊 直接對著傷口壓上去 然後旁邊四邊服貼 所以它是完全跟手 其實你看有折 它是完全的服貼 就像在打點滴 外面那個膜的概念就是一樣 所以可以完全做到防水的效果 那像這個就是單純 如果你有傷口 它就是完全是沒有的 所以它有分很多種類 所以這個就是for 真的只是貼著 點滴通常就是這個 完之後你就會貼住 撕開以後 它也是超防水的 所以我覺得 傷口照護是最粗淺的 預防疤痕的產生 好 那剛剛就講了一些 紗布貼布 最重要我覺得現在大家一起 剛剛我覺得江翠瑋講的 那個益生菌 我覺得非常的棒 益生菌是我覺得 包包裡面其實我自己也會帶 那除此之外 就是消炎止痛的藥 那這個藥其實 大家現在都說是防疫必備 但我覺得這是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遇到 那簡單的消炎 什麼疼痛啊 筋痛 這些其實都可以服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部分其實現在過敏 或是我們長期戴口罩 或是在濕度不夠 像其實我們很多 像我小朋友 我覺得很多那種 這個是跟親鼻液啊 這一類其實非常的需要 還有像我自己本身是敏兒 我就會帶上這種 我也是 橫鼻霧這種 這種超好用的 對 其實因為你鼻子一通了 其實人心會清爽 而且因為現在鼻子 其實也是我們的防衛的第一道 所以鼻毛它其實會阻絕一部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些抗阻症的東西 是非常的需要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一過敏 下一個動作我們就會揉眼睛 對 那現在其實口鼻眼 是比較容易會進病毒的地方 所以盡量減少這些的觸控 然後增加那邊的免疫力 那再來就是我覺得隨身 像現在很多小朋友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出門每天都會 讓小朋友量一下體溫 我家裡面 還會有一個小小的血壓劑 再來就是剛剛我們提到 一堆保鮮食品 不管是益生劑 或者是維生素B跟C 這個都是提升免疫力 所以我覺得最下面這一欄 大家可以不外乎 回家在準備藥品的時候 都可以備一下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實用的 介紹給大家 謝謝 謝謝 你看今天聽完我們這一集 終於知道家裡面的白寶箱 應該要放什麼東西 不該放什麼東西的 對 不是他們收藏的東西 是放一些真正需要的東西 對不對 當然更重要的是 看我們節目之後 要掃我們節目下面的QR Code 上面的問題回答之後 就有小禮物送你喔 謝謝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